最近很多台灣人 尤其是有買股票的人都臭屁起來 我先問范老師 等一下問范老師 今天台積電收784塊 台股收19785塊 一度破兩萬大關 差點一度破兩萬跌 後來又回收 就回跌對不對 台積電市值22.33 我跟大家看 什麼叫做一旦錯過就不再擁有 這台積電今天收的股價784塊 我特別找到2011年9月9號69.3塊的時候 2011年那時候我正在念博士班 博士班的時候 我朋友問我台積電能不能買 我說一定不能買 為什麼一定不能買 我說摩爾定律詳意也知道 兩年翻一倍 可能不可能 一旦錯過 一叉叉十倍 當時買100萬現在1000萬 當時買1000萬1億 你就財富自由 錯過就錯過 可是范老師我要問的事情是 很多人都在問台積電為什麼大爆發 原因很簡單 第一個 台積電北中南大擴廠 寶山2奈米廠 南紫2奈米廠 南科先進封裝2廠 18廠P9基地 中科竹南加以全部都有 而且重點是 日本的廠蓋起來了 確定台積電有跨出海外的能力 可是你說很有趣 台積電雄本廠能夠兩年完工 是因為有日本政府新鮮的乾 還有索尼 這三個要素都不能或缺 首先今天台北股市 可以幾乎達到兩萬點 股民開香檳 有台積電股票真的是爽歪歪 但是我不需要講 我們在拼AI 我們在拼晶片 中國在拼海軍 在拼擴權 所以當你中國 這次的兩會都在討論 怎麼樣強化海軍 怎麼樣在東南亞不斷的擴權 那你哪有時間去拼經濟呢 難怪嘛 我們台北股市不斷往上飆 中國的股市產兮兮 香港的股市一蹶不振 一潭死水 就高下立判了嘛 所以陳雪珍說什麼 說台灣跟中國是什麼 大象跟螞蟻 拍誰 我們的半導體 我們的晶片 我們就是大象 中國的半導體就是螞蟻 所以我們看台積電 為什麼今天能夠成功 就是因為當在李登輝 當陳雪珍當總統的時候 台灣的很多傳統產業 什麼石化產業 從跑到中國去 唯獨台積電 沒有去中國 台積電目前只有在 南京有一個廠而已 其他全部都跟流台灣 那剛剛講過 台積電還要再增加十個廠 只要是台積電去的地方 現在都能夠點石成金 為什麼 帶來工作機會 帶來龐大的消費能力 因為台積電 他們的這個收入都很好嘛 帶來更多的就是 而且是高所得的消費 所以我覺得你看 為什麼現在連家也有 有設廠 台南要設廠 上個月台中第二期 台積電擴廠 就我們現在台灣各個地方 只要台積電住的地方 都可以看到他們明日的希望 但是中午看不到 那我剛剛講過 台積電為什麼能夠 兩年還工完成了 不可能任務 剛才正好講 第一個是日本政府 日本政府給予台積電 多少的補助 四千七百六十億日元 台幣是一千零一十四億 而且傳輸第二場是七千三百億日元 台幣是一千五百五十五億 而且他不是說你事後才給 先給 因為我給觀眾朋友一個概念 台積電在台灣蓋廠 成本已經最便宜 對 工藝廠什麼的 大概在台灣蓋一個 晶圓廠大概兩三百億左右 對 那去海外當然貴一點 那我double好不好 沒有 日本政府直接跟你講 一場我給你一千億 二場給你一千五百億 對 而且馬上就給你 反觀美國第一筆十五億美元的補助 近期才公布 而且台積電也沒領到 對 第二個我們知道就是工人加班 新鮮的肝 新鮮的肝 有七千名的日本的工 而且他招工呢 他們為了要找到一輪工人 他們把他們的薪水 一般都是三萬塊日元的工作 提升到五萬塊 而且他招募是從沖繩到北海道 所以從日本的北到南 他不斷的招工 然後他們可以說 他們可以說日夜加班 可以說一天是輪四班 所以這邊人說二十小時不間斷 那另外再來就是索尼 索尼在當地本來就有設立工廠 各種工廠 而且這塊的土地也是索尼的 那索尼提供 他提供他二十多年 在當地營運的經驗 然後確保這次的所有的工程 能夠順利的進行 包含像水電的供應 包含像工程的人才 關鍵是執照和許可證 你沒有地頭蛇 幫他申請你怎麼會 你如果沒有關係 或者你過去沒有經驗 你申請是曠日廢時 表格都找不到 因為日本當然他是個非常官僚的一個國家 但他強調他的程序一定要完整 所以他就會有很多的相關的一些檢測 那就會造成很多行政上的一個 比較時間上的一個耗費 那索尼提供了很多的經驗 就可以走捷徑 可以比較快速的拿到相關的製造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確也這三個因素 而這三個因素我認為 也是目前台積電投資美國最缺乏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日本真的是下了決心 而且請全國之力 包含那天的開幕典禮 我們看到日本的首相 岸田文雄也錄製了影片 來進行這個道合 所以我覺得這次 台資之間形成了一個非常 大家看到外資看到有信心的嘛 因為日本這麼快 所以成功了 難怪外資買進台資之間的股票這麼多 對 因為台積電這次收七百八十四點 可是台股盤中一度有破兩萬點 這是非常非常誇張的事情 所以很多股民就瘋了 都期待說 禮拜一有沒有可能破兩萬點 可是我要問委員 台積電這次去熊本設廠成功 對於很多外資來說 它的意義就是 外資擔心台灣小廟容不下大和尚 土地有限 水源有限 人才有限 這次可以往熊本設廠 表示台積電不會受困於台灣的土地人才 等等 可以踏到外面 它正式變成是跨國型設廠企業 所以台積電未來起來是非常可怕 我覺得台積電的部分 除了生產因素 讓其他的國家或外資不用擔心之外 還有一個很關鍵的因素 是整個邊緣政治 過去台積電的股價一直被壓抑的原因 就是地緣政治的關係 因為地緣政治不斷的 有類似這樣的報導 說台灣可能會陷入戰爭幹嘛的 所以台積電股價其實一直不能攀升起來 可是最近美國股市ADR的部分 他率先一價漲幅增加的時候 台積電後面就跟著漲了 但是我是覺得最關鍵不是在股價 是在整個區域的一個希望 台積電到的地方就是等一個地方的希望 譬如講以我所在的南科區域 台南 台南的整個生產基地 就在我的選區嘛 當初的三奈米五奈米 誰把他留下來 就是賴清德在當市長的時候嘛 賴清德解決了土地的問題 去解決水的問題 讓張忠謀一下子說好 那我不去美國了 本來他要去美國的 他一開始想要去美國的 可是他相信賴清德 可以把它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目前全台灣已經進入生產線 全世界生產最先進的 這個台積電這個半導體在哪裡 就在台南 沒錯 三奈米五奈米 好幾個廠都在那邊 這三奈米五奈米 創造了這個效應之後 每一個地方都想要 都想要嘛 沒有每個地方都想要 台積電 好遠不想要 可是現在要到是誰 二奈米的嘉義 嘉義是封裝廠 然後高雄是二奈米 然後台中是二奈米 新竹寶山是二奈米 然後連同屏東 將來也想要有台積電 這不是在台灣的現象而已 最近在做台日交流的時候 大家都非常陷入熊本 誰陷入熊本 所有幾乎 日本的督道府縣的姿勢 都陷入熊本 你兩場在熊本 那你第三場能不能來我這邊 三行縣姿勢 拜託 你有沒有四場 四場來我三口線 來一下 都來 大家都非常孝雄台積電 現在講到台積電 大家眼睛都非常的真的很大 所以台灣就在台積電的部分 台積電是什麼呢 台積電就像產業界的核武 我們擁有在戰爭界的時候 核武很重要 可是半導體 就是這個產業界的核武 我們擁有最先進的 這個產業基數 在台灣掌握住 但是我們現在釋放出去是什麼 都是應用的晶片而已 都是一些汽車 將就於市場 我們先進的資程留在哪裡 留在台灣 先進的資程是什麼 現在三奈米最先進 後面還有兩奈米 後面還有一點四奈米 後面甚至還有一奈米 我覺得你很熟 這我當然熟 所以說接下來的這個部分 台南其實是條件最好的 但是不能全部都放在台南 不能都你們吃 你們現在是全民總統 也不能全面放在熊本 但是以後一奈米 希望能夠放在台南 來吧 誰呀 我不能不要亂 你不可以 是 你... 那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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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